卸取众生法 也是四二八语 这就好像 极乐世界 招手修身 条件很简单 就是幸运痴敏 这三种事情 其他 你修善 你造物 都没关系 修善 是理解功德 到西方极乐世界 提升得快 造物的呢 也不一定提升慢 完全看你发现 这个发现是 当下发现 你的心 果然正确 果然是 勇猛精进 说不定 你原来是在地狱里头 你忏悔 往生 升到极乐世界 可能升到很高的品位 有谁叫人看得不服啊 这个人善人 生生世世 极善 极功伟德了 为什么平位 而不如他 这什么道理 用心 不一样 所以 大臣教里头 佛有一句话 是很重要 我们不能疏忽 他说 一切 借从 真实心中处 这个地狱众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用的心 是 真实心中 那个罪就 参干你了 罪跟福不是真 所以 都是 迷惑里头 产生的 一个抽象概念 不是真有 真正觉悟了 把这些抽象概念 统统放下了 恢复到 圆满的 清净平等局 那么 往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成福 他真快 在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长时间修行 那换句话说 阿雷耶里头 很多习气 存在那个地方 每一方向 一部分一部分 放下 那要很长的时间 还有 大家 先 有什么 对